為了感情問題 開槍打傷女友老闆的魚姓男子 被警方移送 帶著手銬腳樓不發抑鬱 但從事發當晚到男子被逮 這兩三天男子女友都不敢出面 因為這名魚姓男子 根本是一名恐怖情人 魚姓有時常暴力的 向下的請下 所以他就申請保護令 魚姓男子的臉書大頭貼 換上女友照片 甚至還把女友的自拍照 PO上討論戀愛話題的臉書社團 魚姓男子看似用情置身 根本沒想到他私底下的行為 會是如此恐怖 原來這名魚姓男子愛釣魚 在台南一間釣魚店認識女友 兩個人交往了兩三年 因為男子經常情緒失控 導致分手 魚姓男子雖然多次求女友复合 但行為手段卻是相當激烈 不但會跟蹤女友家人 甚至還曾經寄子彈回女友老家 讓女友一家人全部嚇壞 收到保護令之後 他更心生不滿 甚至跟蹤了他的家人 將那照片也PO回去給他看 甚至還有寄子彈 到他的老家 在家裡 比較丟不 沒有 跟這 很丟臉說 魚姓男子老家鄰居表示 魚姓男子離過婚 有兩個小孩都已經成年 平常很少跟街坊打交道 沒想到竟會因為感情問題 開槍傷人 但魚姓男子對女友暴力相向 導致分手 想複合卻又騷擾女友家人 恐怖的行為 也讓女友對他避之為恐怖 記者賴冠章 陳昭谷 SNG小組 台南高雄報導